当你明明身无分文可偏偏又想喝汽水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这个小伙有点帅 他对着贩卖机喊了声大哥 闭目名思几秒后竟还真从里面掉出一瓶汽水 一旁警察神情呆滞 小伙却是悠然自得 他叫阿星 自打出生来就异于常人 这次从大陆来港 就是为了找其三叔混口饭吃 阿星凭着自己智慧找到楼下 但其三叔住宿地址却已经模糊 小区门口一小伙正跟自己男友对话 阿星默默在旁偷听开门密语 等到小伙子离开 阿星有样学样 对着机器深情地说起了我爱你 开门的奶奶以为遇到了变态 对着套近乎的阿星一顿胖锤 阿星看看逃过奶奶的峨眉剑法 却又遭到邻里邻居的抛物攻击 阿星有些无奈 他确实不知道三叔住所 转眼看到街道中警察同志 灵机一动 索性把三叔说成了再逃通缉犯 有了警方有好帮助 阿星终于找到三叔 三叔看着眼前扫把星一脸嫌弃 本想苦口婆心教育一番 阿星却说隔壁房间小孩摔了 等到邻居立哥验证事实 三叔惊了 这傻小子难道有透视眼 三叔不信邪 摆出一排麻将 让阿星说结果 三发财 四红中四白板 看着阿星准确无误爆出牌面 三叔直呼发财了 没错 这个时代遍地大拍档 只要傻侄子把特异功能用在赌树上 钞票美女那是数之不尽 为了验证想象的事实 三叔直接带着阿星上场子 赌桌上只见阿星眼睛一闪 瞬间看透骰子大小 可这赢个三四把 老板倒也还能接手 谁知 叔侄俩丝毫不收敛 上来连营食物局 庄稼血本无归 就连旁边赌鬼都跟着压住 赌场老板神色阴沉 果然等到叔侄俩想要离开 一群小弟跳出来赌路 看到三叔挨揍 阿星顿时忍不了 他本想直接撂倒所有小弟 不想 三叔突然开口 说他保护侄子 意义不容辞 阿星默默看了眼 源源不断地打手 转身撒鸭子就跑 过程中跳上了一辆汽车 他本想跟美女道声谢 谁曾想美女更加飘悍 指导黄龙 把赌场老板给做了 两马人打得不可开交时 一男子骑着摩托车过来支援 伸手矫健武艺非凡 一同美女料到一众打手 阿星神情呆滞 临走时知道了美女姓名 看着其梦手臂上胎记 阿星知道 这一辈子非他不可 回到住所的小伙子魂不守舍 而三叔也收到了一记英雄铁 发帖人赫然是黑道大佬红光 虽然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 但三叔明白 这可是个发财的好机会 为了不让侄子被人看扁 三叔准备培养阿星大佬气质 目标对象自然是赌戒神话 赌神高进 这天小伙子一步步踏入了贵宾室 自信的笑容 潇洒的脚步 无一不显露 此人就是人中龙凤 坐上坐的阿星气场强大 就连对面红光都连连称奇 年轻人果然是年轻人 这一举一动都不是正常人 在阿星接连几次炫技过后 红光也不恼怒 叫上两人跟阿星对赌 自己就在监控室观看一切 是的 此番红光邀请阿星对赌 就是因为奇梦上报阿星有特异功能 而胸有成竹的红光并不知道 阿星的特异功能 因为心中女神的消失 也已经变得半灵半不灵 看到阿星痛痛快快 输了个精光 红光依旧不肯罢休 再度让奇梦送五十万过去 傻小子一看见心中女神 瞬间支愣了起来 身体背棒情绪高昂不说 就连特异功能也失而复得 老江湖的红光直接了然 傻小子对奇梦有意思 在红光眼里 人只要有了把柄 自然就好控制 循序渐进 一步步把阿星拉进阵营 可是红光在这温水煮青蛙 敌对帮派陈松可不管这么多 简单暴力直接找来三叔 财大气粗要啥给啥 一辈子没见过世面的三叔 哪能不同意 要说这两个黑道大佬 手下小弟成千上万 为什么要费心费力 硬拉阿星上船 原来下个月就要开启 赌王争霸赛 两大佬各自代替国家出展 为国家争光 可谓是卯足了劲 红光得知阿星上了贼船 一群杀手迅速袭击了陈松住所 来势汹汹门口守卫都被屠露一空 千军一发之际 美女奇梦竟是突然出手帮忙 此番也不是什么良心难安 她本就是陈松安排的内应 在有奇梦出手帮助下 阿星一同三叔跟着陈松逃出生天 心中女神摇旗呐喊 杀小子阿星那还不认真干活 特异功能家之下 阿星一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这段时间阿星除了跟女神奇梦约会 就是在堵桌上大杀四方 就连老江湖红光都不得不按下毒手 一群杀手想在餐厅刺杀阿星 幸好有人暗中保护 过程中美女奇梦被对方劫走 阿星再次一蹶不振 三叔不想织字受相思之苦 一阵好说歹说 甚至不惜PS把奇梦变样 但依旧没磨灭阿星的夜火 治疗期间 阿星瞥见凭姐手上胎剂 一如女神奇梦同样别致 这下可好 一片胎记 活活被阿星当成真人 吃饭睡觉 顽皮打闹 一步都不想离开 化身苦行僧的凭姐心里苦 可为了所谓的赌场分红 她忍了 在一场又一场赌博对决中 曾经老是憨厚的傻小子 也学会了赌桌上的偷鸡 这天邻居丽哥终于忍受不了 凭姐苦行僧般的折磨 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阿星听见神色落魄 他不由想起刚刚入港的日子 是的 他现在迷失在城市的烟火中 阿星大车大悟 留下书信 准备独自离开 知道消息的丽哥非常后悔 白天找到夜里追寻阿星的影子 而侄子的离去也让三叔醒悟 他想过 哪怕被陈松下黑手 自己也要给侄子想要的生活 赌王争霸赛开赛前夕 洪光早早坐在对面 等待所谓的宿敌 陈松破口大骂质问阿星去处 知悉拿自己开刀的三叔 却是闷声不吭 直到裁判宣布最后五分钟 他们翘首以判的傻小子 还是回来了 云淡风轻 气场强大 甚至还抹上了 以前死活都不碰的发焦 看着傻小子入席 洪光丝毫不慌 他将其梦而坠交给阿星 暗示心中女神掌握在他手里 场外因素影响下 阿星特异功能果然失晓 但今非昔比 纵是没有特异功能 阿星还是有着完美的表情管理 上来第一把直接唆哈 洪光目瞪口呆 以为傻小子下套 果然不敢跟着下注 第二把依然唆哈 洪光脸色难看 想到阿星有特异功能 还是放弃 接着唆哈 唆哈 还是唆哈 只要何关敢发牌 阿星就直接唆哈 洪光蹊跷生烟 这一套组合拳下去 他彻底看不透眼前傻小子 为了避免乱拳打死老师傅 这次看底牌是张老K 洪光跟了上去 阿星脸部红心不跳 双手交叉 开始搓牌 可惜他现在功力全失 扑克牌自然不会有所反应 正当裁判呼吁阿星开牌时 场外传来 立歌 平姐 以及奇梦的呼喊 心里没底的阿星 好似有了力量支撑 双手交叉 重新开搓 斗舞大的汗珠落了下来 可惜小三依旧是张小三 洪光信心大增 正准备亮牌 哪料底牌竟变成了老A 是的 洪光祖上积德 无可匹敌的皇家童花顺 直接被阿星搓成散剑 一声声怒吼中 洪光被人送走 赢下赌局的阿星 并没有第一时间跟女神叙旧 他现在已经知道亲情的可贵 更晓得 这个与生俱来的能力 自己应该用在救济难民 赌胜是由袁奎指导 周星驰 张敏等人出演的 喜剧动作类电影 这部在赌神大火后的跟风作品 除了紧张而又刺激的赌局 加入了神乎奇迹的特异功能 炫酷排挤跟搞笑耍宝并存 别人还在一味模仿赌神神韵 这边已经走出了圈子 勇于尝试 所以最终取得成果 确实理所当然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梦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mente 然后未经讨论区 进化 j